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2024年的总统大选抽签号码大长命 影响的是谁呢? 赖清德侯友谊科文哲的命运吗? 好 这些人要选总统 台湾的命运会掌控在谁的手上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抽到第一号的是柯文哲 抽到第二号的是赖清德 抽到第三号的是侯友谊 侯友谊派人去抽 但是呢 昨天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在今年是鬼宝年 那刚好昨天呢又是鬼宝日 这个月呢是鬼亥月 好 鬼宝年的鬼亥月呢是三合 然后呢又是鬼宝日又是三合 好 这个鬼呢真的很诡异哦 好 这么诡异的情况之下呢 侯友谊刚好正冲他一定有高人识典 所以他没有自己去抽号码牌 所以呢他抽到三号 那柯文哲呢抽到一号 那么赖清德呢是派了小美群去抽 是抽到二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呢 在挂项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挂呢? 这些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抽签的号码呢 代表什么中选会呢? 12月11日呢 进行第16届的总统副总统 候选人选举次号抽签 最后抽签的结果呢 一号为柯文哲 吴欣盈 二号为赖清德 跟萧美琴 三号为侯友谊跟赵少康 好 我们再来好好解释一下呢 这号码到底会有什么秘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呢 历年总统获胜者跟浩赐来看 1996年呢 好 中国国民党的李登辉 连战呢 当选是抽到二号 连战当副总统 李登辉当总统 好 那么接下来呢 2000年呢 好 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呢 跟吕秀年呢 他是抽到五号 陈水扁追求连任在2004年开了两枪 好 那是一号的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 跟吕秀年当选 这次是一号 这次是五号 看到没有?2000年跟2004年是五号 那么2008年呢 好 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呢 跟萧万长是二号当选 2012年呢 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追求连任呢 跟吴敦义是二号当选 2016年呢 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呢 是二号当选跟陈建仁 蔡英文呢 2020年呢 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呢 是三号当选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来稍微统计一下 二号当选的有一次 然后呢 两次 三次 然后呢 四次 好 我们看到呢 二号当选有四次哦 然后呢 一号当选的有一次 好 一号当选只有一次 好 那么呢 接下来的三号当选 有几次呢 也是一次 好 那这是几率问题啦 那四号没有 五号当选呢 也是一次 好 总共立任总统大选呢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七次里面呢 四五六七 刚好七次 二号当选有四次 所以呢 二号当选拠率比较高 对不对 但是 现在呢 这个呢 七任的总统呢 七次28年哦 好 28年呢 总共加起来是四任 四年一任吧 28年吧 这28年以来呢 我们就往前推算了28年 好 我们都知道每20年呢 会有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先从 1996到2000年以后来算的话呢 2000到2020年 刚好20年 刚好20年 那这次不算的话 二号不算 我们去掉一次的话呢 是第二号呢 有三次当选 有三次当选 所以八白更运呢 有二号的当选几率是三次 那前面的20年 我们从2000年开始算的话呢 是有三次哦 好 一次 两次 三次 二号当选几率是有三次 这样大家会看 那未来的20年呢 九指果运的20年呢 到底会不会也是 二号当选的几率比较高呢 不一定哦 好 也许呢 会是一号吗 或是三号呢 这个整个选举上 只有这两个党竞争比较厉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年也是三党 三党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历年幸运号呢 来 1996年呢 总统至今呢 共七届选举 有四届是有二号当选 那我们排除呢 那前面那个1996不算的话呢 刚才我讲过 二号当选几率有三次 所以呢 有四届呢 是由二号当选 让二号呢 成为台湾总统大选史上最高的幸运号码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如果是一号的话 叫浅挂 浅挂代表什么呢 浅荣 勿用 九二呢 见龙在田呢 力见大人 九三呢 君子终日 前前呢 戏若 力无咎 九四呢 或要在冤 无咎 九五呢 飞龙在天 力见大人 上九呢 坑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好 我们在浅挂里面呢 代表是龙的意思 飞龙在天的意思 所以呢 浅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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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圆亨力争的挂词里面 叫做圆亨力争浅为天 浅上 浅下 叫做浅挂 第一挂叫做浅挂 好 第二挂的话呢 叫做坤挂 二号叫坤挂 坤挂的话呢 好 我们来讲讲这个坤挂 坤挂的话 第二挂的话叫坤挂 坤挂的话呢 坤为地挂 地挂呢 就是圆亨力度马之真 那吕霜兼兵治 坤为地 那六二呢 职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寒张可真呢 或从王室呢 无成有终 六四的话呢 瓜囊无助无欲 六五的话呢 黄长元吉 葬六的话呢 龙占于也 其血玄黄 用六的话呢 利永真 好 那这个坤挂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好 我先讲一下哈 浅挂跟坤挂差别在哪里 昆挂属地 浅挂属冬 那我们先讲一下 二的坤挂呢 代表是坤挂 一的挂呢 代表是天的浅挂 那浅挂跟坤挂差别性呢 非常之大 我们知道呢 明年呢 二零二岁年呢 龙年 龙年不能围坤挂 龙年不能围坤挂的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呢 你不能是地上的龙 地上的龙代表什么 是蛇的意思 地上的龙代表是蛇 而不是龙哦 龙要在天在海 海龙王 那我们呢 整个地球上来讲的话 海代表百分之七十 水为七十嘛 跟人体一样 水为七十 那天为全部哦 如果在天来讲的话 是代表是全部哦 所以呢 如果是坤挂二的话呢 百分之三十而已哦 包括山 包括地 是百分之三十 那所以坤挂的话呢 只有百分之三十 这样大家很清楚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号叫顿挂 来第三挂叫顿挂 水蕾顿挂 好水蕾顿挂的话呢 挂词是顿哦 圆亨立真 顿挂的话呢 水蕾顿哦 初九盘横立居真 那立见猴 六二呢 屯如坦如 乘马斑如 匪控 婚购 女子真 那六三呢 如鹿无鱼呢 惟入于临终 君子己不如舍 网 六四的话呢 乘马斑如 求婚购 网吉无不利 九五的话呢 顿起高 小 真吉大 真凶 好 那上六的话呢 乘马斑如呢 气血连煮 这代表呢 是扎纹脚跟 看到没有 来 历经的第三卦呢 圆亨立真 勿用有修王 立见猴 正代表车 正又为族为兄长 寒水震雷 这是呢 扎纹脚跟车马相随之相 而且会有贵人相助 民众归父 那昆帝为土为母 又代表马 代表众人 砍水昆帝 看到了没有 砍水昆帝 那砍水呢 震雷 那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屯卦 是代表什么了 震雷跟昆帝的意思 这个是砍水 震雷跟昆帝 代表什么 民众归父 那也代表说 大家民众的期待 民众的期待 那我们再往回看一下 来 昆帝 昆帝的话 圆亨立独马之争 君子有小柱 先迷 就是先迷上他 然后呢 后得主立 西南得捧 西南方得朋友 西南方的话 刚好是在 南部 西南方 北上捧 就北方呢 没有得到利益 失去朋友 那就是不得民心的意思 安征集 所以呢 就是说他在北方 不得到民心 在南方 比较得民心的意思 所以昆帝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 得到全部的民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浅帝 这个整个的是 九五至尊的浅为天 那大家都知道 浅为天 就是九五至尊之卦 所以一的卦象来讲的话 在今年 一是属木 木属火 那就是餐天树木 餐天树木 那今年的话呢 2024年 我们再讲到今年的2024年 已经接气场了 十二月已经接到气场 这个气场的话呢 是接到一的木 三是火 所以一跟三之间呢 博仲之间 好 那也代表什么 民众党虽然呢 现在呢 整个呢 柯文哲的民调 虽然输很多 但是在未来 不见得会输很多 国民党打的是陆军 那民众打的是王军 所以呢 王军跟陆军之战呢 到底呢 哪一个能胜 哪一个能负呢 好 我们来继续观察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 如果是这样的卦象来看的话呢 数字等于太极 数字一 不仅是数字的开始 是万物之始 而且是生成万物的元素 是世界的本源 周易细词上中 亦有太极 是生两宜 那旨在禅明呢 宇宙无极而太极 以致万物化生的过程 好 那万物之始 最初一切开始始于太极 然后由太极生太一 太一生阴阳 阴阳生五行 五行生万物 有第一金牌万物起始之意 是成就地位和尊荣的象征 说文解字 为初太始 道立于一 照分天地呢 化成万物 淮南子 一也者 万物之本也 所以呢 那科文哲抽到一的号码牌呢 好 就是这个呢 刚才我们讲的一的数字 那数字二 两宜跟阴阳 阴阳 周易呢 细词下呢 天一第二 古人认为呢 天为一地为二 旅四春秋大月呢 太一出两宜呢 两宜出阴阳 那两宜是阴气与阳气的合称 叫做阴阳 指事物普遍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种属性 阴阳相反相成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跟根源 所以刚才呢 从挂项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二号的根源是什么 有阴有阳哦 好 阴阳要相辅相成呢 或者阴阳是排斥呢 都有可能发生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数字二是双喜哦 二是个很受欢迎的吉祥数字 二是偶数 也是阴性之数哦 结婚要贴双喜 取双喜临门的彩头 平常称赞人也是财貌双全文武双全 是不是双 啊 志勇双全 都是双 双喜嘛 也是财貌双全 讨吉利时呢 带两双的字就更多了 两全其美 福慧双修双喜临门等等 所以呢 他抽到二号 你看到我们刚才讲解那个 每一次抽到二号都容易呢 怎么样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选上总统 对吧 有四次哦 七次有四次是二号选上总统 如果在前面的二十年有三次是二号选上总统 好那接下来的话 好 数字三三财 一经呢 细池下的记载三 涵盖了天地人三财之道 这三列物质包含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 而挂呢 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 所以三不仅是一个吉祥数字 还有象征整体的意思 所以呢国民党这一仗打得非常的辛苦 从蓝白和蓝白破局 然后呢郭台铭出走 然后郭台铭本来想跟民众党和 又和不长 好那自己又出去联署 联署又出了大问题 好你看呢 这是错终复杂的2023年到2024年的选举 真是错终复杂 好本来是四卡都变成三卡都 然后呢中国大陆呢又要找他麻烦 然后美国呢又介入选举 反正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一大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特殊与神圣 许多宗教和信仰系统呢 也将三视为特殊跟神圣的数字 在基督教中三代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 集三位一体 在佛教中三是三宝 佛法生的象征 代表着寻求解脱的重要原始 这些信仰中的三元组合 被视为是特殊的神圣 符合一个完美的结构 好那到底呢 是不是大家呢 期待着呢 有一个完美的结构 那也希望呢 在佛法生或者呢 圣父圣子跟圣灵当中 找到一个呢 依附呢 大家的心灵能够找到一个呢 真正的付托呢 好那所以呢 每一个人希望的都不同 对不对 好 那抽筋号码影响命运吗 你喜欢哪个候选 哪个数字 留言告诉我 好 每一档都有各一个呢 他喜欢的人物 我相信呢 在2024年1月13号的总统大选当中 大家所瞩目的焦点 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相信这三组候选人 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那这个优缺点当中呢 不管从易经的挂项 或者从数字的解说里面呢 甚至他们的命盘解说 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 因为呢 我们不能影响大选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大选的结果 你们的手中的每一票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个我们当然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不希望 台湾发生任何的危险 这是最重要的 生命的财产安全呢 才是最主要的结构 第二个呢 我们要安居跟乐业 这是第二个结构 第三个结构是 我们将来呢 能够除了安居乐业以外呢 我们那个经济呢 能够让百姓呢 越来 过得越舒服的日子 经济虽然不是非常一定很重要 但是是必须的 第四个呢 接着下来呢 我们的子子孙孙呢 能够呢 有一个呢 更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呢 让年轻人呢 能够再结婚 能够生子 因为我们现在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年轻人不结婚 也不生小孩 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安危机 而且是敬培末座 全世界敬培末座的 因为我们还有呢 同婚结婚 我们不排斥 但是呢 这也是台湾未来最堪忧的一件事情 接着下来呢 因为呢 全世界呢 整个的经济结构呢 在瓦解当中 也在改变当中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台湾未来呢 在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之下呢 第一个呢 我们不希望有个贪污的政府 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呢 这个 不上朝的政府 然后呢 也不希望呢 有一个呢 状况连连的政府 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政府 然后呢 也不希望呢 只要法案呢 他们想通过的就立马可以秒通过的政府 而是呢 真正呢 能够体恤百姓呢 辛苦的政府 能够为百姓着想的政府 我相信呢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政府 你们好好思考一下 不管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 然后老年呢 有一个可以呢 有所依托的政府 年轻人呢 有一个呢 可以呢 将你们呢 寄托在未来的政府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你们好好思考一下 只要你选中有选票 18岁以上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们希望 或者什么样的日子 那么你们就把那一票 投给你喜欢的任何一个候选人 台湾未来希望会更好 将你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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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